电视剧《笑命成沉浸如霜》正在火热更新中 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非常虐心了 从故事的影子来看 鲜花神子芬给锦蜜喂下云丹 从此锦蜜绝情绝爱 这一世注定是锦蜜对不起虚凤了 锦蜜感觉不到虚凤对自己的付出 也无法对虚凤付出 哪怕月下仙人拼命撮合 锦蜜也对这种男女之情值之甚少 润玉知道云丹的存在 所以利用了锦蜜的感情 说到底 锦蜜是给过润玉温暖的 不过欲望战胜了这些爱 润玉蛊惑锦蜜杀了虚凤 锦蜜心痛至极吐出了云丹 好在恢复了情爱 锦蜜自知自己做错了事 用六成零力换虚凤重生 第二世的虚凤是魔界魔尊 锦蜜追着虚凤到魔界赎罪 尽心照顾虚凤 一次虚凤醉酒 嘴里嘟囔着水喝 锦蜜赶紧用嘴含水喂给虚凤 靠近才听清楚 虚凤原来说的是碎河 碎河是鸟族公主 身份尊贵却为人奸诈 就是碎河杀了水神 并且夹获虚凤来离间两人的感情 但如今 虚凤爱的是碎河 锦蜜伤心不已 原来有云丹的日子里 感觉不到的这种心痛 就是爱 本以为虚凤是洋装和碎河亲密 如今看来倒是锦蜜想多了 锦蜜告诉自己 要对虚凤好 只是赎罪就好 不要付出多余的情感 但还是在虚凤和润玉大战时 用肉身挡了润玉砍香虚凤的刀 锦蜜灰飞烟灭时 虚凤后悔莫及 于是才有第三世的美满爱情 你期待着三述虐恋结局圆满吗 欢迎留言评论 分享你的关键感受